哈喽我是小伟 我现在在湖北老家 今天是乌鸡买过来的第一天 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我出去看过 那个鸡还是活的 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了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开一看 外面的太阳温度还是很高 出门了 看一看 乌鸡就仰在旁边 看一看 哦 哈喽 123456789 这一只鸡怎么蹬在地上呢 这一只死掉了 这里面有两碗糖水啊 后来又放了一碗 还在 那一碗不知道被他们搞到哪里去了 零碗都看不到了 再给他们弄一碗糖水吧 盒子在角落 看到没 下午五点钟 这个基隆有一半太阳 一半阴凉的地方 挺好的 这个位置还可以 快递盒子里面有一个冰袋 然后还有几片白菜叶子 看一看小西西 这个船的户篮已经安装好了 挺好的 这样就不怕小西西掉下去了 嗨 嘻嘻 笑一个 笑一个 看进手机镜头就要笑啊 开不开心 激不激动 这样你掉不下来了啊 这里可以放下来了 看一看 高科技啊 这么好的东西啊 翻过来干嘛 是不是想出来了 刚才是不是他挡着你啊 我觉得他头发剃短之后 还好看一点呢 嗯 是不是啊 刚好家里有半袋子糖啊 里面全部是蚂蚁了 把它倒在里面给鸡去吃 蚂蚁糖水已经制作好了 乌鸡的最爱 刚才在手机上搜索了一下 乌鸡能吃蚂蚁吗 它是说可以吃的 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乌鸡还是挺喜欢吃蚂蚁的 把那个糖水里面的蚂蚁 首先吃掉 然后口渴再喝几口水 这9只乌鸡下午看 它们的精神状态还是可以的 早晨刚刚到达的时候 有三只乌鸡 精神萎靡不振 喝了几口白糖水之后 精神焕发 下午6点多钟了 准备给鸡弄点米过去吃 这一袋米是今年1月份左右买的 去老窝之前买的 里面现在非常脏啊 特别多灰尘 然后这是刚刚买的一袋新米 把这个米给鸡去吃 这一点米估计不够他们吃吧 但是今天还是给它吃少一点 反正明天一个鸡都看不到了 鸡只会糰 Nevertheless 鸡只会糰在地上就满腹了 看他们吃不吃 没反应啊 之前放在地上的米 他们已经吃掉了 还是拔着砖头风里面去了 刚才观察了好几分钟 其中有一只鸡不怎么吃东西 精神有点不好 就是这一只站在中间不吃米的 估计等不了几天就要死了 其他八只是活蹦乱跳的 其他八只应该养活是没问题的 你看它的精神状态 目光呆滞 没有食欲 我把这只目光呆滞的鸡 把它单独抓出来了 给它喂了一点米饭 它好像可以吃 现在又开始发呆去了 不吃了 米饭还没吃完呢 天已经黑了 把鸡笼封起来了 就是用两层薄的网子 给它封起来 再用车衣罩把它照一下 这样好像防不住还鼠能了 准备不够充分 还需要一根铁丝网 今天就先这样将就一晚上 看明天鸡少不少一只 第二天早晨 刚刚睡醒了 准备去看一下鸡有没有被黄鼠蓝吃掉 9点多钟了 太阳不是很大 完好无损 完好无损 这根棍子倒掉了 有没有包出来 这根棍子 还有酒汁 还有酒汁 昨天那只精神萎靡不振的 还是活着的 有糖水喝饿不死的 现在给他点米吃吧 这是昨天晚上吃的一个西瓜 里面装一点鱼 在养鸡 开始吃了 他们饿得饭了 甚至还抢着吃的 过来吧 看谁最新发现西瓜里面的米 看我过来吧 真的不看 能看到吗 再丢一顶出去吧 吃吧 那只尾尼不振的鸡 还是在这里发呆 再不吃东西就要饿死了 现在开始吃一点点了 还有一只没得吃 其他几只都是活滚烂跳的 这只鸡可能会等几天死掉的 中午年不想把它杀了 不杀 万一养活了 看不到吗 看不到 要想跑出来 跑出来干嘛 去 哼 我早晨洗碗煮饭之后 赛苏达开始做菜 他做菜做的好吃一点 今天吃的什么菜 排骨 排骨做摊 你多喝点 我不能吃肉的 结果我吃的特别多 因为赛苏达总是吃不完 我又不想浪费 是不是 都洗了 这个 这个没洗 好像不脏了 你面条了吗 没有就是干净的 开饭了 三个非常好的菜 赛苏达刚刚给小兮兮挥碗奶 他吃了多少 60毫升 60毫升 明天早上5点 5点70毫升 5点吃了70毫升 8点60毫升 11点 他其实睡觉吃的少也正常 知道吗 睡觉需要的能量少一点 看好不好吃 你自己做的你不好吃 多吃点肉 告诉你一个消息啊 我妈妈今天就要回来了 真的 真的 谁送你妈妈来 我的大姐 妈妈要我们准备饭 饭我已经准备了 今天煮的米饭有点多 然后我们到时候上街去接她 然后等下吃完饭了 给她船上订一个船单 让她回来可以直接躺下 多吃点肉 长胖一点 你要努力长20斤肉 就是要把肚子吃脏起来 吃饱 吃的想吐 那样才能长肉 可以了 我爱有屁股可以了 满腿 好吧 可以了 只要人静肝就行 瘦一点胖一点没关系 吃饭